好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或许有一些真理你们已经知道 或许在教会里面也都有学习 但是你要知道 所有的真理 所有我们对圣灵的认识 必须根据圣经的原则 所以当你对圣经更多的明了 你的信心 因为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 Amen 所以你的信心就会被提升 所以你对于圣灵的工作 也都更容易打开你的心 欢迎他 当我们里面有一些犹豫 或者是一些挣扎的时候 那么其实圣灵是非常的温柔 而且他是非常的体谅我们 他从来不会强迫我们 要做一些我们不想要做的事 你就看连你信主 是不是都是要你自己愿意 所以为什么在雅歌里面就说 这个良人心腹有没有 他说要等他自己愿意 所以你就知道神是非常爱我们 为什么 因为他创造我们 就是有自由意志 他向我们自己选择要他 而不是强迫我们 不是因为律法的缘故 不是因为律法的缘故 所以我们就走一遍这些圣经里的真理 然后让我们能够在真理上面 如果你说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就是 你就很好继续放在你的心里面 但是如果有一些 你不太清楚的 那么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等一下中间我们有休息的时候 如果有问题 我们再问 好吗 因为其实内容很多 我也希望能够在一个小时15分钟里面 把圣灵的工作跟大家分享 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 就是圣父耶和华 圣子耶稣还有圣灵 所以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他就讲说 在创世纪第一章 创世纪第一章 里面他说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有没有 然后神说 要有光就有光 那么你要看到那边所写的 他说一开始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所以其实那边就已经有三位一体了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个词 叫三位一体 Trinity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从这两节经文里面 神创造天地 有没有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那就是道 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的 道与神同在 有没有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虽然没有讲三位一体这个词 但是其实三位一体的神 都彰显在我们所认识的 所读的圣经里面 那么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里面 他就讲到 他就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 是个复数 所以你就看到 神在创造的时候 就已经表明 你知道是一个复数 然后呢 在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 当耶稣受洗的时候 那么耶稣 他受洗完 他出来的时候呢 就有鸽子 就有仿佛鸽子一样 降在他的身上 马太福音第三章 那么 所以圣子站在约旦河里面 圣灵降在他的身上 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 然后呢 然后这个 天上就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所以圣父圣子圣灵 就同时出现 你有没有看到 所以圣经里面 都有讲到 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 那么也讲到28章 马太福音28章19节 讲到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耶稣给我们大使命的时候 耶稣自己讲的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那么 哥林多前书12章 也讲到 天父给的恩赐 也讲到基督 还有讲到圣灵 还有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 早上留头牧师说的 每一天 每一个主日 牧师在给祝福的时候 都讲到 愿耶稣的恩惠 天父上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尝与你们同在 这三个就是圣福 圣子 圣灵 Amen 圣灵呢 就是神的灵 就是耶稣的灵 真理的灵 就是保慧师 那昨天 周神珠牧师也有讲到 这个灵 圣耶和华的灵 谋略的灵 敬畏耶和华的灵 有没有 聪明智慧等等 所以你就看到 其实你说 哎呀 圣灵是在新约的时候 才讲的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一开始 从创世纪 就开始有的 不是耶稣在 就是耶稣那时候 讲才有圣灵 你懂吗 其实是一开始 从就有圣灵的工作 神 三位一体的神 是同尊同容的 只是呢 我们有的时候 没有特别去教导的时候 就不晓得 那么圣灵呢 是有位格的 安慰师 是被请在 站在你旁边的辅导者 所以 你有这个 有没有 Comforter 跟这个 Counselor Right 所以是 安慰跟引导 那他是 被请在 站在你旁边的辅导者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要 读圣经 因为圣灵又叫做什么 真理的灵 很多时候 你要读圣经 你说 啊 我 我要 我要灵修了 我要读圣经了 你应该请你的家庭老师来 你的 你的小孩 你会给他请家庭老师 对不对 你要学什么 也会请老师 那你知道你读圣经 谁是那个原作者 圣灵 圣灵 所以呢 你要请他来 教你读圣经 然后让他把 圣经 嗯 里面的奥秘 向你启示 他是站在你旁边 的那个辅导者 所以呢 他是有位格的 是一个person 是一个person 好 不是一个 好像 呃 你说看不见 然后 好像是一个 不是一个it 好 不是it 好 而是什么 他是一个he 他是一个有位格的 所以他有思想 有这个情感 有意志 就像我们跟别人交朋友一样 我们跟别人交朋友 我们知道别人的喜怒哀乐 我知道怎么 比如这个朋友 不喜欢看恐怖电影 不喜欢吃辣 不喜欢做什么 我是不是就会去 为了跟他交朋友 我会去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 是不是 你交朋友是不是也这样子 是吗 那所以呢 同样 我们跟圣灵做朋友 那么我们也要知道 圣灵喜欢什么 圣灵不喜欢什么 而且呢 不要使圣灵担忧 圣经里面常常讲说 我们不要消灭 圣灵的感动 而且不要使圣灵担忧 圣灵为什么会担忧 他为什么会为你难过 比如我们做了一些 不该做的事 不该做的事 违背 神心意的事情 他在里面 他在你的里面会担忧 常常我们就会说 失去平安 没有平安 最通俗讲的就是 失去平安 你讲了这个话 他突然觉得 好像讲了不对 那这就是 其实圣灵在你里面 引导你 那么你要怎么做 你如果马上觉得 你失去平安 你就马上问他说 我是不是讲错话了 我是不是做错了 那对不起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 弥补一下 或者是回转 常常我们圣经里讲说 我们要回转归向神 有没有 其实不是说 哎呦你做了什么 滔天大罪之后 然后说我要回转 来归向神 其实是在你 每天的生活里面 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 当你说错话 做错事 看错东西 错误的态度 对别人 圣灵就会在你的里面 我不喜欢你这样做 我 而且你 我不喜欢你这么说话 对别人 他其实会告诉你的 那你马上就调整 就是我不 我不这么做了 我马上回去 或者是我跟别人道歉 或者是我马上 去 这个帮助 有需要帮助的人 其实圣灵 常常都在我们旁边 做一个辅导者 他引导我们的脚步 那么同时呢 他有意志 有刚刚讲的情感 对不对 他有这个 他的这个 意志 他会说 他要我们做什么 他不要我们做什么 有一次呢 当我经历被圣灵更新以后 有一次呢 我就说 我开车在路上 那个时候 开车在路上的时候 突然圣灵就说 我要你打电话给某某某 我在开车 那 但是呢 我还是 就是 拨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给那个人 那个人呢 听到我的电话 他就挂了 我说 主啊 他怎么挂了我的电话 圣灵就说 你再打电话给他 我说 好吧 真是 这个人怎么这么 这么没有情面 这样子就挂我电话 就第二次 我又打过去 他又挂了我的电话 我就 后来圣灵又说 你再打电话给他 我说 他不想要接我的电话 为什么我一定要 打电话给他 所以我又再打了 一次电话给他 我说你这次 不要挂我电话 我说 我 是因为神感动我 打电话给你 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 哇 他就突然开始哭起来 因为他们 前一天 其实他跟他的丈夫 两个人呢 就有家暴的事情 那他就 报了警 所以他先生其实被 就被警察抓到 那个 那个 关在那个 看守所 他还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他不敢 告诉任何人 那 那时候我也不是牧师啊 那时候还不是 他刚刚经历过 圣灵的更新 所以呢 你看到 当我开始 顺服圣灵的引导 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觉得圣灵高不高兴 高兴 他就说 你看 我给你一个小小的事情 我叫你去做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人家都 两次都挂你电话 可是我叫你打第三次 你就说 我为什么要打 可是我还是顺服圣灵 去做该做的事 结果其实神是要 帮助这个人 安慰这个人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其实 一些圣灵的感动跟 恩赐 是为别人 然后跟你旁边都说 所有的恩赐 是为了别人 因为呢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 我很希望我有恩赐 我也希望我有 这个 超自然的能力 可是这些 如果不是为了别人 只是为你自己 你自己要做什么 让别人觉得 你很厉害吗 还是让别人觉得 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通常是 如果你能真的 抓住神的心 神的心 其实是有很多人 需要安慰 造就 劝勉 Amen 所以如果你说 我愿意 神 做你的器皿 其实神很乐意 启示 有需要的人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其实在美国 特别是 很多时候 不是都是 所谓的这个 隐私 大家都不想去探 知道别人的隐私 不想要知道 别人家里发生什么事 我越少知道越好 我不想管别人家的事 是不是啊 常常都是这种观念 但是圣灵会把 隐藏的事跟 别人的需要 启示给你 然后你就去做 神的这个器皿 成为带下平安 跟安慰 给那个 那一家人 或者是带下 给这个人 Amen 所以呢 我们真的 有恩赐 是为了别人 Amen 恩赐 绝对不是为你自己 恩赐是为别人 所以如果你的态度 调整对了 你的态度是对的 那么神是 很乐意使用的 因为神非常需要 在这个世代 能够承载他恩赐 跟恩高的人 成为神的器皿 所以为什么 耶稣你看他 经历试探以后 他出来 满有圣灵的能力 他就宣告 在 这个 以赛亚书 六十一章第一节 他说 主的灵 在我身上 他用高 高我 然后他接下去 就讲什么 叫我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 对不对 医治 还有释放 还有宣告神 越南人的喜年 是不是都是为别人 请问一下 是不是为别人 有没有为你 没有 他有没有说 这样子话 别人就知道 我是弥赛亚了 这样别人就知道 我是基督了 这样我就可以在 这个地上 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的 神给他的使命 是为了别人 所以你想要 经历神高模你 使用你 那么你一定要有一个 爱其他弟兄姐妹 还有爱群羊的心 Amen 因为你没有 爱人的心 那么 这个神怎么托付你呢 因为 神要使用一个 真的能够 愿意顺服他 而且是爱群羊的 因为的确这些事情 都不是一个 简单的事 可能还带来 很多麻烦 但是是神会得到 最大的荣耀 Amen 所以你要愿意 被神来使用 那么 圣灵跟你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在初埃及记 十九章 三十六 十九章 三到六节 初埃及记 十九章 三到六节 如果有人翻到 有的时候 我可能需要有人 帮我读一下圣经 三到六节 如果我们翻到 我们可以一起来 读一杯 来 摩西到神 那里 耶华从山上 呼唤他说 你要这样告诉 雅各家 小玉以色列人说 我向埃及人 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因 将你们 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如今你们 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 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 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 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 你要去告诉 以色列人 所以神说 我们要听从 他的话 而且他把 以色列人 特别来归他 做什么 这个 祭司 祭司的国度 还有圣洁的国民 这跟在彼得 后书二章九节 讲的一样 有没有 你们被呼召出来 做君真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有没有 这些都是一致的 所以神的心意 就是要我们 能够成为 他的祭司 而且成为 圣洁的国民 那你说 祭司以前 在 其实出埃及记 那个时候 后来神 要摩西 设立的祭司 是 他的哥哥 亚伦 对不对 做 那今天 我们在地上 我们都成为 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也都成为 祭司 过去在旧约里面 所有祭司 君王 这个 先知 还有这些 神所呼召的人 才能够领受 神的灵 暂时领受 神的灵 被神的灵 高抹 在地上 代表 神 行事 但是在新约 借着耶稣基督 神 只要相信 耶稣的人 神的灵 就住在 我们的里面 而且圣灵 会高抹我们 使我们 有能力 所以呢 一个就是 圣灵的工作 很简单 一个就是 within in me 你可以跟我讲 in me 圣灵的工作 是在我的里面 还有一个是 on me on me 所以你看 路加福音第四章 十八节 或者以赛亚书 六十一章 第一节 那个都是讲到on 因为on就是 在我身上 就是为了怎么样 使我得能力 懂吗 那在我里面呢 in me 是怎么样 对 他是要来 改变你 因为他要怎么样 常常叫你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他要你脱离 卑贱的事 成为圣洁的器皿 所以呢 圣灵最了解你 他知道你的坏脾气 他知道你的坏习惯 他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他知道你看了什么 所以他在你里面的工作 就是要让你知罪 所以如果你回应神 说我愿意改变 我愿意认罪悔改 求耶稣保血涂抹 这就是在我里面的工作 在我里面的工作 那么这呢 就是所谓 成圣的过程 成圣的过程 Sentification 所以我们会 越来越像基督 越来越像基督 所以圣灵的工作 是 神的灵 是两方面的工作 一个是 在我里面的工作 为了让我更像耶稣 还有一个是 在我身上的工作 是让我有恩赐 有能力 来服侍别人 懂吗 所以 为什么要在我里面工作 是让我结出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 温柔良善 有没有 这些是没有律法禁止的 因为我们有一天 我们每一位 都要在神面前交账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都要进到 新耶路撒冷城 我们都要成为 新耶路撒冷城 Amen 那么我说 这全地 当然你们这个 纽约市 是很有名的 New York City 但是你要知道 全世界最后 只有两个城市 是会被 这个 圣经里面有记载的 一个就是 大巴比伦城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新耶路撒冷城 不管你知道 哪一些 你住在哪里 都没关系 我们都有一个目的 就是 不要掉到 大巴比伦城里面 我们要进到 什么 新耶路撒冷城 这都是我们 最终的目的 所以 圣灵在我们 里面的工作 就是为了改变我们 让我们能够 洗净 就是把那些罪啊 不讨神喜悦的 全部要除掉 全部要除掉 借着顺服 圣灵的引导 他光照 他对我们说话 然后我们就 回应他 除去这些 禅累我们的罪 越来越像基督 这就是 为自己 预备新架赏 预备新架赏 记得在启示录十九章 里面讲吗 他说呢 这些信徒 穿着光明的 洁白衣 就是信徒 所行的义 每一次你 照着神的心意 来做事 生活 做人 那么就是为自己 预备新架赏 我们都是 圣经里面 很公平的 上经说 我们信了耶稣 都成为神的 儿子 对不对 那怎么办 都成为儿子 那女儿呢 对不对 那但是呢 当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成为 他所迎接的 心腹 Amen 耶稣是我们的良人 所以我们都要 成为心腹 所以每一个人 都要预备新架赏 预备新架赏的 这个过程 就是 借着圣灵的工作 在我们里面光照 不断地除去 我们一切 缠累我们的罪 然后呢 我们越来越像基督 这就是为自己 预备新架赏 Amen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 啊 我希望我 这个 在婚礼的时候 哇 穿上美丽的 洁白的衣裳 什么样子的 多 设计啊 等等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每个人都有 都要预备自己的 这个新架赏 在天上 我们都要穿上 而且都要 怎么样 等候耶稣基督 来带领我们 所以圣灵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在我们 建筑面 或者是耶稣基督 再来之前 他所要做的工作 就是这两方面的工作 一个是在我们的里面 一个是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见呢 你就要明白 神创造你的心意 创造你的心意 那么神创造人的时候呢 你记得 他不是用这个泥土 好像用那个黏土一样 捏捏捏捏捏捏 捏了个鼻子 耳朵 眼睛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怎么样 他吹了一口气 那口气就是 神的灵 就是神的灵 那最后 人要离开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 咽下那最后一口气 所以那口气很重要 气就是神的灵 在我们的里面 神的灵在我们里面 那么神也是 在这个 以西节书里面 也讲到说 他会给我们一个 心心心灵 这是神的应许 他说我会给你们一个 心心心灵 你们会认识我 你们可以领受到我的话语 那 你看到那个枯骨 昨天留同牧师也讲到 今天早上也讲到 那个枯骨 成为大能的军队 那你看见 那个枯骨成为大能的军队 的中间的过程 就是因为那个风吹来 那个气吹进去 是不是 所以当神的灵 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神的灵 常常吹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吹到我们的灵里面 那么我们的灵就会苏醒 就会兴盛 你知道吗 活泼 活泼 所以我们常常怎么样 用神的灵来充满自己呢 神的话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 里面六十三节 他就有讲到说 他说 神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你读神的话语 其实就是让神的灵 吹进你的里面 你读神的话语 那你说 可是有的人读圣经 也没觉得有特别 好像神的灵充满我 这就是第一个 你有没有欢迎圣灵来教你 你懂吗 第二个 你知不知道神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 求主的灵 对我的灵来吹气 求主的灵 使我的灵苏醒 求智慧和启示的灵 来帮助我 使我真认识你 Amen 所以虽然有的人 在教会里面很久 也有可能 对圣灵的工作 会对于神的灵的工作 是一无所知 就像我自己 从小 我父母是基督徒 所以呢 我从小也去教会 那么可是 我从来不知道圣灵的工作 直到我在1995年的时候 经历了圣灵更新 然后那个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 我信主这么久 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特别讲过圣灵 而且呢 我也 我那时候一直在想 我也有参加 教会里的装备课程 任何的训练 为什么会 就是 竟然不知道这种事情 后来我才明白 原来很多时候 我们在教导 如果没有教导这些的话 你是 可能 也有可能 教会里有很多活动 可是从来没有教这些 你懂我意思 可是这个是 应该要教的 你懂吗 圣父圣子 圣灵的工作 都要教的 因为你把圣灵的工作 不讲的时候 不认识圣灵的时候 其实你 所以为什么会枯干 因为有灵才有生命 你懂吗 所以你没有讲圣灵的工作 你没有让圣灵在那里 自由地运行的时候 其实就会进入一个枯干的状态 就是越做越没力气了 而且越来越不喜乐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灵 那你看到 刚刚讲到这个以西节37章 神就告诉先知以西节说 为什么这些人会成为枯骨呢 当然他们不是真的枯骨嘛 他们不是真的枯骨 但是上帝有这种透视眼 你知道吗 他知道这些人就已经像枯骨一样 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他们失去盼望 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话 不相信神的应许了 以至于他们就落入 那个失去盼望的里面 就成为枯骨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要 求主来更新我们的灵 常常用神的话来彼此的勉励 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有信心 虽然即使我的环境很糟糕 即使我的挑战很糟糕 可是就像这个多雨的响声 伊利亚在祷告的时候 Amen 我相信 虽然还没成就 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成就 因为神的话绝对不能突然返回 他发出去的话一定会成就的 Amen 所以你的信心 就是要在神的话语上面 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 然后要欢迎圣灵 那么其实我们经历过很多这些 圣灵奇妙的工作 就是我们其实就最近这两个月 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 她四十多岁 然后她在洗澡的时候 突然就是脑溢血 然后她就昏倒了 然后她的就 还好她的儿子在家 就是叫她都叫 没有声音回应 她就敲门 敲得很急都没有声音 她就真的请人把那个门打开啊 然后看到妈妈倒在那个浴盆里面 而且好像还有流血 就流血嘛 然后紧急叫了那个911 用直升机啊 先送到教会附近的一个医院 后来那个医院说 哇这个太危险了 马上用直升机送到那个城里 Boston城里的那个麻省总医院 结果呢 后来我们得知消息以后呢 看到她 她已经后来就是 反正后来她就昏迷了三个多礼拜 她那时候已经做了两次开颅的手术 在这个中间 希望减轻她的这个压力 也要流血啊什么的 可是呢 医生就说情况都很不好 她说如果再不醒过来 她们要做一个比较 就是会受伤 那个创伤型的这个开刀 就是要她先生签字 她先生就说 哎呀不行啊 签了这个字 她如果真的做了这些怎么办 那结果呢 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就一起去医院看她 真的看到她的时候 整个头都是包起来的 手脚都是 也是包起来的 那她都没有 就是 那时候 我们去的时候 她已经醒过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她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 祷告 她的神的灵 吹进她的里面 吹进她的里面 就她完全得医治 结果她后来真的 她到不到 就是 后来又 可能前几个礼拜 就来到我们当中 回来 完全恢复 完全恢复 一点都没有 还做见证了 真的是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就是 神的灵 吹进她的里面 神的灵 吹进她的里面 还有一个 换肝的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我们去祷告 她的那个指数 一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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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已经讲了 她大概 她这个 妻子就在旁边哭 就说 这个会排斥嘛 那个 肝的移植手术 就说 大概已经 没有希望了 所以后来呢 她是别的教会的 后来就找我们去祷告 就我们去祷告 我们就奉主的灵 主的灵 要吹进她的里面 那个气要吹进去 哇 后来她醒过来 她说 就是你们来祷告的时候 说一口气 吹进来 我就感受到 那口气进来了 然后呢 那个指数就开始上升 开始上升 然后呢 她就开始恢复 后来她也完全恢复了 就回到我们当中 也在我们当中 做见证 所以你要晓得 神 神的创造 就是这么样的美好 而她却愿意 将她的灵给我们 刚刚我们说 在旧约里 神的灵 会降在 神所拣选 使用的人身上 如祭司 先知 君王 世诗 等等 那么这些呢 当她 像大魏王 那个时候 你记得她 神的灵 浇灌在她身上 后来她犯罪 犯了淫乱的罪 有没有 后来 又犯了谋杀的罪 结果呢 后来她不是 写了十篇 五十一篇 她当时还没有 马上觉得自己 犯错 后来直到这个 先知 拿丹 去跟她讲说 你得罪上帝 那她那时候说 那我得罪神了 怎么样 我要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所以她就写了 诗篇五十一篇 她就说呢 求神的 不要收回你的圣灵 所以她非常清楚知道 当她犯罪的时候 神会收回她的圣灵 为什么 因为她看到扫罗王 在她前面的那个扫罗王 当扫罗王 因着强行献祭 或者没有按着神所指示 借着先知所指示他的 要把亚马利人 全部杀灭的时候 有没有 把一些上好的东西留下来 神的灵就担忧 就废弃 不要他做王 因为他就不听神的话 你懂意思 所以呢 你看到 那个没有完全照着神的话做 或者是只做一部分的 其实神都不是很喜悦 你懂我意思 他不喜欢我们自作主张 他不喜欢我们自立为王 你懂吗 很多人自己 我帮上帝 这我帮上帝做 可是上帝有叫你做吗 神有要你去做这些事吗 我们最好是 就是神启示什么 我们就去做什么 就会成了 那所以你看到 他看到那个扫罗王 当时犯罪 就是因为没有顺服圣灵的引导 还有先知的启示跟带领 结果呢 神就忧伤 说我不想让他再做王 所以其实神是很乐意使用我们的 但是当人不愿意顺服神的 启示跟带领 所以你说顺服权柄重不重要 重要啊 所以你看到那个 这个扫罗王 就是不愿意听先知 萨摩尔跟他讲的话 然后就是说而且还会怪别人 哎呀你看 你说你说七天 对不对 叫我等几天 对不对 你就还没有照时间了 可是那一天还没有过啊 那他就已经去做别的事了 所以你就晓得神就很伤心 圣经里就讲得很清楚 后来呢神的灵就离开他 就有恶魔来搅扰他 结果呢 怎么样 扫罗王就说 哎呀去找一个弹琴的 来为我驱魔 他们就说 哎呀我们知道好像大卫 好像那个年轻人很会弹琴啊 我们要不要叫他来 真的 每一次这个大卫 这个扫罗觉得 哇头痛 不能睡觉 身体不舒服 就叫这个大卫王来 那时候不是王 大卫来帮他弹琴的时候 他就觉得怎么样 精神气爽 因为那个恶魔就跑掉了 所以你就晓得 在旧约的时候 是神的灵 只有暂时的 在那些神所拣选的人身上 但是呢 在新约的时候 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赎价 这是耶稣为我们付了赎价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感谢耶稣 因为今天 今天我们所能享受到 认识神的这个宽度 广度跟深度 都是因着耶稣 我们才能够有的 在过去旧约的时候 他们那些人想要有 都没有办法拿到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到呢 是耶稣求父将神的圣灵 赐给你跟我 而且叫圣灵 永远与我们同在 Amen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不同 也就是说 你做什么事 圣灵都在你的里面 他都知道 你看你追剧 他也跟着看 他虽然很痛苦 为什么你那么喜欢看这个 然后呢 是不是啊 因为他永远与你同在 你也摆脱不了他了 然后呢 你在那边呢 做一些 他不喜悦的事 隐藏的事 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 他都看见 你在那边 偷看什么 黄色书刊 电脑里面 随便去search一些东西 他都晓得的 他都知道的 他是第一个就知道的 你懂为什么 所以你说 你怎么可能 逃得过 他的发炎 你怎么逃得过 神在你身上的 他都知道的 所以你 你当你 没有调整 认罪悔改 调整回去 合乎神的心意 所以你说 为什么我没有感受到 圣灵的 感动 或者是启示 或者带领 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需要 预备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 能够对准 神的心意 Amen 所以为什么 在当中 我们常常会讲到 内在医治 医治释放 只是个过程 不是目标 不是我们一生的目标 你懂我意思吗 很多人 很喜欢做内在医治 然后做这个 我受伤 然后我很没力气 然后我需要 我们都需要经过这个过程 但是不是永远 你懂吗 因为这只是一个process 因为到了天上 没有疾病 也没有这些黑暗 所以不是一直在做 医治释放 但是当你知道 怎么经历过了以后 圣灵会常常在你里面 光照你 医治你 你懂我意思吗 这是一个过程 为什么 就像我们常常说 我们是圣灵的电 我们是神的电 我们的身体 是不是 我们的身体 就是一个器皿 有没有 神的灵会充满我们 浇灌我们 如果一个瓶子里面 就像刚刚那边 那个瓶子 那个瓶子里面 如果装了很多的 石头杂质在里面 那么水也是一样 我们常常说 圣灵也是水 对不对 活水 那么你觉得水 浇灌进去 也会浇灌 但是如果很多的杂质在里面 那么水自然浇灌的就 少一点 是不是 你懂吗 那所以为什么 借着医治释放 借着认罪悔改 把里面所有的罪 所有的这些杂质除掉 那我一样 说我们常常在聚会里面 有些人 被圣灵充满浇灌的时候 倒得东倒西弯 对不对 神的灵浇灌得非常的强 那有些人 我现在没什么感觉 不是说一定要倒 才是圣灵强有力的工作 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些杂质 跟污秽 需要借着认罪悔改 除掉 当我们每一次 圣灵光照 我们除掉 除掉 除掉的时候 活水进来就更多 它占据的 那个面积就更大 它对你的影响力也更大 你懂我意思吗 你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常常讲说 我们是器皿嘛 所以很多时候 有些人既不认罪也不悔改 更不要什么 都不管 反正我就是祷告 主 充满我 充满我 主说是啊 我充满你 那里面好多乱七八东西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要充满你的时候 真的就是要 那个水啊 要移动 有没有我们讲的 以西节四十七 有没有 那个水进来的时候 如果水浅浅的 那么你就会 你想要跑回来 可不可以啊 因为我自己的 经历意志释放 也是这样 就是神就是告诉我说 其实我很爱你 但是你不愿意走到水深处 他说你不要只是 每次都站在那个岸边看 的确我都看别人 这个倒了 那个人又怎么样了 然后呢 我就不想要 自己就是 总是旁观者 那圣灵说 你要走到水深处 他那边不是讲到吗 你到脚踝骨的时候 你如果要往回跑 你还是可以跑 跑回去 是不是 如果跑到膝盖 有一点阻力 但是到腰间 那真的是要往前走 就有一点压力了 但是如果真的到了我们的尖 到了我们的那个 那个头部 那你就会发现 我就可以让水 我可以让他把我浮起来 是不是 那时候就真的就是 被圣灵掌权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懂吗 一样都有水 都有圣灵的活水 但是你要让他 浮起来 你懂吗 你要让他掌权有多少 那么如果我们愿意 常常预备自己的心 让神的灵 充满浇灌 他就更多 更大 活水的影响力 就更强 让你真的完全 让他做主掌权 Amen 所以呢 我们每一次参加聚会 我们就是 每一次听到神的话 就像约翰福音15章里面讲 耶稣说 我用我的话 用这个道 把你们洁净了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听了这个道 咦 抢到我了 哎 是的主啊 求你赦免我 求你帮助我 我以后不要再这样子 我一定要好好的 按着你的心意而行 就像以福所书 第五章也讲 借着水和道 把你们洁净了 有没有 所以当你听了道 不是只是说 他讲的好 还是不好 什么 而是说 那个道 有没有捷径你的心 那个道 有没有 调整你的脚步 跟你的方向 这是最重要 因为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你有没有走在 他的道上 你有没有对准 神的心意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每一次 你如果越对准神 越让神在你 生命当中掌权 你就越能够 经历 他的大能 所以在这个新约里面 耶稣求父 将神的灵赐给你 叫他永远不离开你 这是神 对我们何等大的恩典 那也是因着耶稣 所以耶稣说 我若不去 他就不来 没有 耶稣不是这么讲吗 我若不去 他就不来 因为他一定要经过 这个十字架 而且第三天 死里复活 后来不是四十天 向门徒显现 后升天 升天以后 回去以后 圣灵才降临 Amen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 圣灵就与我们同在 所以今天我们 其实是得了一个 极大的恩典 极大的恩典 超过 所有历史历代 很多信徒 在五旬节降临以前 他们想要的 他们也想要与圣灵 同宫 同行 但是今天 我们这些人 却是在神的恩典里面 能够经历神 超自然的恩典 Amen 所以在希伯来书 第九章 十九到二十节 他就说 就是耶稣的身体 破碎 他的慢子 从上列到下面 在这个希伯来书 第九章 那么所以当耶稣 断气的时候 他说 当时呢 有一些天象发生 就是天变黑了 有没有 然后呢 慢子从上到下 列成一半 那么在别人来看的话 就是 好像是一些这个 有一些事情发生 但是其实在属灵上面 是耶稣借着他的身体 破碎 为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火的路 Amen 让我们能够 直达至圣所 他说呢 第十九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 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 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新又火的路 从慢子经过 这慢子就是 他的身体 所以至圣所 以前只有大祭司 才能进去 而且是一年一次 而且如果不洁净 之前没有先洁净 进去还会被击杀 所以为什么下面都要 带着一个铃铛 一个石榴 一个铃铛 一个石榴 脚上还要板个绳子 所以他进去的时候 在里面走走走 人家还听到他声音 对不对 突然没声音就知道 可能死在里面了 大家也不敢进去 因为进去也被死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呢 就只好拿根绳子 把他怎么样 拖出来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 随时随地 可以进至圣所 你有没有预备好啊 现在都不怕死 对不对 是因着耶稣的保险 所以呢 我们如果真的没有珍惜 耶稣给我们的恩典 还这样子 随闯进去 耶稣我要什么 父神我要什么 怎么样怎么样 你没有给我什么 耶稣 父神都是看着 耶稣的面子 真的 他每次看到你 就是你看 很好笑 我每次都说 有的人不是很喜欢 穿这个Polka的 有没有 穿这个Polka的 我每次都想 这Polka的 就是好像很多的问题 一个一个 一点一点 然后呢 可是呢 每一次父神呢 就是透过耶稣 耶稣挡在我们的身上 遮盖我们 他的宝血遮盖我们 所以父神看 透过耶稣 看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变成洁白如鞋 如血一样 就变得好漂亮 对不对 他就说 父神就会说 好了 看耶稣的面子 就让他们过关吧 再给他一次机会 再给他一次机会 不要对 所以今天我们 其实是得了 很大的恩典 所以才能够 进到至圣所 随时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认识 神借着耶稣 给我们的恩典 存着一颗敬畏的心 来服侍他 而且呢 更多的来 体贴他的心意 体贴圣灵的心意 我可以告诉你 神真的是 会非常的喜悦 非常的喜悦 我们尊重 我们敬畏上帝 而且我们 欢迎圣灵 Amen 所以你就看到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 他说呢 这个 你犯了什么罪 都可以赦免 有什么罪不能赦免 对 为什么 亵渡圣灵的 这是耶稣自己讲的 他说你们什么罪 都可以赦免 但是亵渡圣灵的罪 永不得赦免 为什么 因为圣灵天天在你的里面 很委屈啊 对不对 你又不认识他 然后又不好好的 尊重他 也不跟他讲话 都把他关在 那个小房间里面 然后都不理他 自己要做什么 都自己做 都没有 与他真的有互动 而他还不能走了 对不对 他说 我不喜欢待在这个人里面 对不对 这个人 这么的 不尊重我 这么的不喜欢我 常常说一些那个 那 就是因为 圣灵 真的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有一天回到 保守我们能够 回到父的家中 你懂我意思 带领我们 回去 在神的面前 能够交账 所以为什么圣灵 做了很大的工作 就是为了帮助我们 每一位 能够 这个经历 神的救恩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Amen 然后呢 所以五旬节呢 就降临了 就是使徒行传里面 所说的 所以你看到这些 当耶稣当时 从死里复活以后呢 其实呢 他行了 很多的 就是彰显给很多的门徒 还有世人看 圣经里面都有写 有四十天之久 可是真的 他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 要等候 父所应许的 所以 圣灵是父所应许的 不是我们所谓 灵恩派爱追求的 不是 今天仇敌 就是怕 我们认识圣灵的工作 因为 我们有了圣灵的工作 就能抵挡 邪灵的工作 懂吗 所以 我们需要 圣灵的工作 就能够将 仇敌 打败 可是今天 如果信徒或教会 没有圣灵的工作 仇敌 真的是拍手叫好 太棒了 我卸了他们的武装 他们最重要的 这个 好像谋略师 他们没有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怎么打仗 根本就不晓得怎么打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 圣灵 那么当时 耶稣 显给这么多人看 可是只有 一百二十个人 留下来 在那里祷告 他显给 很多人看啊 可是只有 一百二十个人 向着神的应许 来祷告 因为他说 这是父所应许的嘛 你们一定要留在这里 领受父所应许的 只有这些人 真的是 就是把 耶稣所说的话 很认真的对待 在那里祷告 今天其实 神已经告诉我们 现在启示录 很多都告诉我们 将来的事情 会怎么样发生 你有没有向着这些 神的应许来祷告 你懂我意思 有些人只是 我听到神 讲了这些 但是你没有继续去祷告 使他成就 所以你必须 一定要祷告 那这一百二十个人 就是在那里 祷告 然后 他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 圣灵会降临 不知道圣灵 什么时候降临 因为耶稣讲的时候 只教他们 要留在耶路撒冷 只教他们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可是没有告诉他们 圣灵什么时候降临 有没有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 常常会想说 如果耶稣告诉我们 他什么时候再来 我们就可以准备了 对不对 为什么都没有讲时间 圣灵降临也没有讲时间 耶稣要再来 也没有讲时间 因为 他要我们 警醒祷告 而且他要我们 依靠圣灵 圣灵会引导带领我们 圣灵会引导带领我们 你懂吗 所以 不祷告就容易净迷惑 进入迷惑里面 不祷告就容易 就是失去这个信心 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 他说当 他讲到那个不义的官 跟一个寡妇 不是 寡妇说 哎呀 为我申冤啊 为我申冤 可是不义的官 就不理他 可是被他烦得 没办法了 最后就替他申冤 有没有 所以耶稣就做了一个结论 他说当 人子再来的时候 可不可以找得到 有信德的人吗 那个信德其实就是 faith 有信心的人吗 有信心的人 就会持续祷告 持续呼求神 说主啊 你一定要 照着你的应许来成就啊 你要成就 所以那120个人 就是留在那里 听了耶稣的话 在那里祷告的人 那其他人没有祷告啊 其他人就跑去做别的事了 特会完了 耶稣回去了 那我们就 回去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 照样做我们该 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是这120个人 就留在马可楼 继续地祷告 只等到父的降临 那个圣灵的降临 所以等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 所以你也看见 当神在做工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按着 他的节期在做工 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会说 哎呀 这都是这个旧约 旧约里面讲的这些 节期 现在人也没有再过 为什么我们需要呢 但是你如果去看圣经里面 神做工的日期 神很重视日期的 神很重视日期 他在逾越节做什么 他在五旬节做什么 他在祝棚节做什么 所以很多人说 其实耶稣降生是在祝棚节 所以有很多人也会说 那么真的 耶稣基督再回来 也可能是在祝棚节 所以为什么 你要很警醒 不要说 这是犹太人的节日吧 但是圣经里面说是 耶和华的节期 耶和华的节期 不是只是为犹太人的 你懂吗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需要警醒的 所以当他们呢 在那里祷告 在那里警醒的时候 在五旬节的时候 正好很多的犹太人 都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 三大节嘛 他们都要来过节 所以他们过节的时候 圣灵就降临在 他们所坐的屋子 你要看到圣灵是降临在 那个有祷告祭坛的地方 Amen 圣灵不是 虽然风吹过 但是圣灵整个的这个 是降在那些 有祷告的人当中 所以你说 哎呀我也很希望 圣灵的工作 我也很希望 神的复兴领到 但是没有祷告 不会有复兴的 没有祭坛的火 你有没有看到 以利亚 是不是要重修祷告的祭坛 他去对抗巴黎先知 你看所罗门 他所建的殿 后来天上降火下来 是不是一样 是因为有一个 这个祷告 对不对 你就看到 很多时候 神的灵浇灌 神的灵大能的工作的时候 一定跟祷告有关系 脱不了祷告的 所以我们只讲口号 可是却不祷告 怎么可能呢 我都觉得 有点像痴人说梦 你懂我意思 就是大家在讲啊 讲啊 我们要祷告 我说你是一直讲祷告 不如现在就来祷告吧 对不对 真的 人家说 在参加主日聚会 人很多 表示这个牧师 多受欢迎 但是参加祷告会 才会知道 耶稣有多受欢迎 因为参加祷告会 有的人都是 有时间才去嘛 对不对 有需要的时候才去嘛 什么时候要去参加祷告会啊 对不对 大部分人都 其他的会去参加 但是不一定参加祷告会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圣灵降在他们所坐的屋子 因为那里 有渴望神的声音 因为那里有祷告的祭坛 那里有金香炉 那种意思 有神 那个祷告就如烟一样 来到神的面前 以至于神的灵就浇灌下来 所以一定是在这个 他们所坐的屋子 因为那里祷告的祭坛 有响声好像大风吹过 有舌头如同火焰 显现出来 所以你看到圣灵降临的时候 有风 有火 而且呢 所以你说有什么现象 常常我就说呢 风吹过来的时候 把你吹得东倒西歪 是不是 你有没有吹 有没有在外面有大风 巨风吹过啊 有没有被风吹过啊 有没有吹过 以后头发还很整齐的啊 没有啊 吹过以后头发就怎么样 哇 翘的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那所以一定就是 那所以一定就是 有风吹过的横积嘛 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 外行人是看热闹 啊 我看 这个牧师多有恩高 我看有多少人倒下去 我看有多少人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 这是我叫外行人啊 内行人是看什么 这个人的生命 他起来以后有没有改变 经历圣灵的工作以后 他有没有改变 他没有更爱主 他们更愿意顺服主 他们有更体贴圣灵 他们更愿意摆上 这个才是真正圣灵的工作的目的 你懂我意思 真的 我们不是为了要经历 经历只是短暂 只是一次两次 但是圣灵工作 它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更爱主 让我们更体贴主 Amen 所以呢 风吹过以后 一定会有 哇 你会不一样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你改变 就是很多你的可能生活形态什么都会改变 那么 有舌头如火焰被显现出来 有火 你被火 这个 有没有被火烫过啊 有 哇 被烫过的时候是怎么样 哇 会会闪 对不对 会会痛 是不是 而且呢 会有的时候 真的就是会会会吓一跳 是不是 所以当圣灵如火一样的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你也是一样 有些人就会觉得 哇 譬如 好烫啊 是不是 哇 我这个好像不能够忍受 那就是因为被火烫到 你就是什么样的感觉嘛 那么 就是有的人会经历火一样的 圣灵像火一样的工作 所以你就会开始有反应出来 你懂我 因为火如果到你身上 如果你说 如果是水经过的话 哇 那就是很怎么样 好像很平稳 洗刷干净啊 或者是给你一些工作 所以圣灵的工作有很多种不一样的 所以不要说 哦 我要像他那样 我要像这个人一样 我要像那样 没有 因为圣灵的工作 依照个人 因为圣灵认识我们 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作 所以有的人可能是经历水一样的工作 有人经历火一样的工作 有人经历像风一样的工作 你懂吗 有人经历像油一样的工作 有人经历像鸽子 降在我们身上一样的工作 所以圣灵的表征有很多 所以你每个人经历圣灵的工作 也不一样 所以不要用一个公式去说 哦 是不是要那样子才叫圣灵充满 是不是要那样才叫圣灵充满 没有的 为什么耶稣在讲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圣经里面 为什么耶稣 他跟这些门徒讲的时候 为什么不讲清楚一点 说圣灵降临的时候 会怎么样 或者是会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为什么耶稣不讲呢 因为他不愿意限制圣灵的工作 你懂吗 他不愿意限制圣灵的工作 所以不要限制圣灵的工作 在以赛亚书54章里面讲 要张大你居所的慢子 不要限制圣灵的工作 因为圣灵在每个人身上的工作 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是需要安慰 有的人是需要 垫他一下 对不对 有的人需要 水的冲刷干净 不一样的工作 所以不要用一个模式 去认为圣灵的工作 一定要这样或是那样 懂吗 可是相对的 相反的 我们是应该怎么样 就是预备自己的心 渴慕圣灵 而且让圣灵做 他所要做的工作 做他所要的工作 不要限制他 我记得以前 我经历圣灵的工作 常常有时候 经历圣灵的工作 我有很多不同的 这种表征出来 各种都有 有一次我就觉得 真的是 有时候不太好意思 在教会里面 一下被蹦 倒下去一下子又怎么样 结果呢 我就有一次就祷告神 我说神啊 这一次可不可以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摔我 这一次给我 怎么样 不要安静的工作 那结果后来那一次 真的我就觉得 真的好像神就 安静 在那边 我就说 那怎么这次没做了呢 你不是自己 自己说 叫我不要这样做吗 我说对啊 对啊 可是 哎呀 那我 那我 其实 你要做什么 我欢迎你 你要怎么做 你知道我 你知道我最需要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们 教会刚刚成立 其实有很多的拦阻 也有很多的 其实我一开始 都自己都很胆小的 你看我现在好像不是 不胆小 但我其实以前是很胆小的 那圣灵为什么要给我很多的这种 这个这个 呃 工作在我身上 就是要 让我有信心啊 让我知道说 我与你同在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害怕 就像约束亚 对不对 那个神跟约束亚讲了 你要刚强壮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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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惧怕 表示约束亚是怎么样 很害怕的 你懂我意思 因为约束亚想说哇 我一下子摩西 我要穿他的鞋子 这么大的工作 突然叫我去接替他的工作 多害怕 而且接下来就要进到迦南地 要打仗了 对不对 摩西那时候 只是出来 还没进迦南地 对不对 然后现在我开始 我相信他心里面有很多的 胆子 很多的 很害怕 所以呢 神就一直跟他说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所以我当时以前也是很害怕 所以呢 神就说 我就每次高模拟 让你知道 你 神可以做很大的事情 你不要害怕 我与你同在 你就往前 为我做见证 彰显神的工作 你不要认为 而且我也常常 不只是自己害怕 看别人害怕 而且自己也对自己 其实也没自信 他会说 我不能做这个 我不能做那个 神说你可以呢 不行 我不觉得我可以 我从来没有做过 很多理由 所以神就说 我赐给你 这个能力 赐给你恩典 不是依靠势力才能 我就告诉你怎么做 真的 神大叔都告诉我 这个礼拜讲什么 第一段讲什么 经文是什么 讲什么见证 第二段讲什么 讲什么经文 讲什么见证 第三段讲什么 哇 那个时候 我每天就只要 download 从天上 download 这个话语 把它写下来 我很快就把它写下来 然后呢 就去服事 模式是第一个download的 那个tablet 第一个tablet 是它的石板 对不对 是从神来的石板 所以我们 你就知道 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 需要神常常来 鼓励我们 帮助我们 经历神的工作 所以每个人 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但是我们只要说 我欢迎你 你要做什么 你就做 因为只有你最认识我 除去我里面的胆小 我的不自信 甚至于我的怀疑 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突破这一切 突破这一切 所以为什么 要经历圣灵的工作 我们自己 有时候很难突破 这个自我的设限 或者是一些环境的 这个困难 只有圣灵 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帮助我们 真的 我们其实一直经历这样子 所以现在我是越来越开心 我就觉得 神如果给我一个什么 我都觉得太好了 我又可以再一次经历神 超自然的作为 因为不是靠我自己 那是靠着神 Amen 所以他说按着圣灵 所赐的口才 他说分开落在 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然后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语来 述说神的作为 所以你就看见 圣灵分开落在 他们个人头上 那些那么多人 聚在耶路撒冷 神的灵 没有降在所有 耶路撒冷的人身上 那天这么多人 去到耶路撒冷过节 他就是降在那些 祷告的人身上 然后让他们说出 别国的话来 神所赐的恩赐 你可以说他是说 不同的方言 你也可以说 他是就是 我们所谓的这个 这个属灵的话语 别国的话来说 但是他们的主要的目的 都述说神的作为 Amen 然后第五个 他会好像喝醉酒的样子 其实是应验 先知约尔书的话 喝醉酒 所以圣灵也会使我们 好像醉酒一样 所以不要被 以夫所书五章十八节 就说不要被醉酒 那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好像喝酒的一样 但是你不要喝醉酒 那是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醉在圣灵里面 是很好的 我就记得呢 有一次我们也是参加聚会 那么我的孩子 我也是在我的孩子 很小的时候 我都带他们去经历 圣灵充满 我也为他们祷告 求主的灵 充满他们 我说主啊 我最渴望的 就是你得到我的孩子 我不要让世界得到他们 我要你得到他们 求主你用你的灵 充满他们 充满他们 结果呢 有一次 他们真的就去参加聚会 那一次我又做了祷告 就说主啊 因为那一次我记得 是因为他们 正好他们的年纪 可以达到去参加 那个Youth的聚会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以前都是在 那个Children的program 在那个儿童的活动 那一次 他们第一次可以去参加 这个青少年的聚会 我就说主啊 你的灵充满他们 你的灵充满他们 然后他们就去了 他们去了以后呢 诶 聚会完了 怎么那么久都没回来啊 诶 怎么搞的啊 怎么聚会 他们就说 哇 他们都被 I don't feel by the Holy Spirit 他们被神的灵充满 然后我的小孩来 哇 就这样子 每个都这样 喝醉酒一样 然后就在那里笑啊 笑啊笑 哇 好开心的样子 所以醉酒的人会不会笑啊 会嘛 对不对 会不会说那个什么 醉话呀 对不对 那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哇 他们就 真的在主的里面 哇 我那次非常的感谢神 我说主啊 感谢你 得着我的孩子 所以我的孩子 真的 我要感谢神 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 可以做见证 我的孩子 没有经过什么青少年的问题啊 他们都很听话 都很乖 而且也都在教会服侍 真的是 要被神得着 让他们被圣灵充满 让他们被圣灵充满 然后我们自己也被圣灵充满 Amen 所以呢 为什么要喝醉酒 就像你要开刀 外科医师要开刀 要不要打麻醉剂 如果不打麻醉剂 就给你开刀 可以吗 你可能就大叫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要打麻醉剂 就像一样 圣灵要在你的灵里 调整你 帮助你 就是 给你打了一个 麻醉剂 让酒浇灌你 让你可以知道 你有些东西 你要让神来掌权 让神来做 不要自己抓得那么紧 你懂吗 所以有酒 就像给我们一个 属灵的一个 而且信耶稣的人 腹中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那么最后就是 天父乐意将 圣灵给 求他的人 这在 路加福音十一章 五到十三 里面讲的 所以 耶稣就讲了一个 例子 说 即使 你觉得 我不知道怎么祷告 我不知道怎么样来 经历圣灵的工作 但是 你要晓得 天父岂不将 圣灵 给求他的人 只要你求 你就会得到 那我自己呢 第一次经历 圣灵的更新 也是这样子 我经历圣灵更新 是在 这个爱秀院的聚会里面 那时候在 Naya 第二届的 那个特会里面 我就参加 那个时候是请了 那个Edward Miller牧师 还有这个 矿剑雄牧师 结果第一个晚上 礼拜五的聚会 聚会 我听了 讲得很好啊 讲到家庭啊 讲到夫妻的建造啊 跟儿女 我也觉得很棒 后来呢 然后他就 聚会完了 他们就说 来祷告 你看我们这 福音派教会的 从来教会里面 从来不会说是 呼召人家来祷告嘛 那我们那个 别人都往前去 我们就往后退 就要走啊 那可是因为 我是跟人家 喀布来的 我找不到 在我的那个人 在哪里去了 所以呢我就只好 我跟我现在都 站在门口 就一直想要 找我们那个 在我们来的那个人 到底到哪里去了 结果呢 就在那个过程里面 很多人就来问我们 要不要去祷告 要不要去祷告 不要不要 因为他都 有个倒下去 有的叫 有的笑 有的 我们就听了很害怕 更想要 拔腿就跑啊 对不对 后来呢 直到有一个人 就问我们说 要不要去领受祝福啊 哎 好啊 领受祝福好啊 那那时候 比较少人一点了 那我们就那时候 也把孩子都接了 我牵着我的儿子 那 许牧师抱着我的女儿 那时候 都还 还小 结果呢 他那个 艾文米勒牧师 一按手 我倒到 甭我就倒下去了 根本就没准备 就倒下去了 我说还好 我不是抱女儿 不然的话就 都掉地上去了 对不对 那就是一下子 根本就没准备 就倒下去 就我起来的时候 我就说 谁推我的 谁推我 那 没有人推你 我说那怎么可能 我怎么倒下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 是我第一次经历 圣灵的工作 那我回去旅馆以后 我就在那个浴室里面 我就说 主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他们一直在讲圣灵 我在教会这么久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我的教会里面 讲过这个事情 圣灵就那个时候 就给了我路加福音 这一段 五到十三节 其实那个时候 我一直可以听到 圣灵的声音 可是我从来不知道 那个 我就是我没有特别去留意 所以我呢 就从浴室出来 我就坐在床上 打开圣经 读这段经文 就读到 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我就说 主啊 原来圣经里面有讲 那明天 我要被圣灵充满 原来是 天父会把 神的灵给我们 我明天要被圣灵充满 没想到第二天 早上的聚会 很棒 下午的聚会 就像今天一样 这样workshop 第二堂的时候呢 他们就说呢 要这个 被圣灵充满的人 坐在那里 就我们就坐在那里 后来那个牧师 突然又宣布说 谁要什么 换器官得意志的人 坐到另外一边 哇 大部分人都换到 另外一边去了 我还是坐在那边 我就说 我已经昨天晚上 祷告过了 我要被圣灵充满 我就坐在那里 后来那个牧师就说呢 我不会为你们祷告 我不会为你们按手 你们自己用 路加福音第五章 第十一章 五到十三节 自己去向神祷告 天父岂不将圣灵 给求他的人吗 你自己向神祷告 所以我就在那边 就坐在那里 主啊 我昨天已经说了 我今天要被圣灵充满 主啊 我求祢的灵充满我 求祢的灵充满我 真的 神的灵就浇灌 充满我 那是我 没有人为我按手祷告 就突然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 我就全身开始抖动啊 我说 哇 不能抖太用力 因为一边是 我先生坐在右边 另外一个姐妹坐在里面 我说我不能这样一直抖 我如果一直抖的话 他们都会知道 我说 主啊 主啊 不行 但是我那时候还在想说 主啊 可这时候可不可以 左手左脚 抖着比右手右脚厉害 真的圣灵就这么抖 我说这时候会换过来 右手右脚厉害 结果呢 我就说 主啊 我确定真的是你 啊 我竟然不知道圣灵的工作 是如此的真实 我现在 要全力 怎么样 欢迎圣灵的工作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哇 我就是 欢迎圣灵 哇 所以我 我把一切我的这种 对神的这些误解 或者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 我就开始欢迎圣灵 就开始了我经历很多圣灵的一些 充满教官 还有启示带领 哇 全部都来了 好 真的很棒 很棒 然后 因为我们的人有限 但是如果你让神的灵来掌权 神的工作是没有办法限制的 Amen 所以你就会经历超自然的工作 所以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都能经历圣灵的工作 Amen 好吧 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也是欢迎圣灵来帮助我们 来帮助我们 主我们真的是渴慕你 渴慕你的同在 渴慕你的浇灌 主啊 主啊 这如此珍贵的圣灵 是耶稣求父赐给我们的 主啊 主啊 我求主你更多的来充满浇灌我们 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 我们不管现在在什么样的景况 我们都求主的灵来帮助我们 光照我们 启示我们 让我们经历你的引导和带领 安慰和帮助 带领我们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圣灵在我里面内在的工作 在我身上外在的彰显 都是为了神你的国度 也是为了将来我要见耶稣的面 能够预备自己 成为圣洁的心腹 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位 都能走在神的真理当中 也能够愿意进到水深之处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 乃是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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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